请问七哥 习太阳如何同时面对中共的政治斗 内斗和底层百姓持其耻福的反抗 你问习近平没有任何办法 杀抓 极尽疯狂 然后启动宣传机器 整个中国才死了两个人嘛 是吧 中国经济今天可能达到7.8 共产党最大的洗脑的东西 就是宣传 中国死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他还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主权 多少人染病了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中国经济什么样了 你不知道 你存的钱去哪了 你不知道 昨天在无锡被抓走的某个副市长 大声喊着 你们抓我 我给你们干了多少事 你们这些共产党没我这样的干部 怎么可能 人家夸杀 直接把嘴给捂上 大胶带 叉叉叉给他缠住 只露个鼻孔 不让说话了 说你泄露国家机密 无锡一个副市长级的好像是 还是一个什么巨委干部 我不知道 还是检察官 因为这个迷迷糊糊的给我说几句 连他都敢说 他掌握国家机密了 不就造假吗 不就死多少人的数字吗 不就领导弄多少钱吗 是吧 习近平没任何招 杀 抓 骗 洗脑 中国这个事实上的奴隶国家 对待奴隶的办法只有三招 杀 抓 就限制你自由 然后骗你 对待奴隶的办法 对待奴隶的办法 是 感谢观看